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明显减弱了 只剩下山区有一些残留的对流云系 不过慢慢都在减弱当中 明天其实慢慢的开始转好 不过还是有西南风 大致上封面 这边还会有封面在逐渐的建立 我们给大家看越来越测 大概封面慢慢的在减弱 明天就是还有一些西南风 还是一样偶真雨 甚至清晨有机会在沿海 发展一些热对流发展出来 所以预计未来到周末到下礼拜 其实大概都是吹南风 当然北边这边还是有封面的影响 现在有些预测 很像到6月10几号的时候 可能还会有美与封面 但是这个变动度实在蛮高的 所以大致上下礼拜 还是吹着西南风的天气 在封面的前缘 封面会不会下来 是我们观察的指标 有这个机会 但是这个现在不确定性还很高 我们就大致上跟大家讲说 未来都是会西南风影响的天气 会比较准确 大致上未来这几天就是慢慢回到夏天 典型的温度的天气 所以北部预计很快 在这个周末这几天就慢慢的回温了 请大家注意穿着 一下子温度的就拉起来了 二十四五度到三十几度 这个有可能还会再更高 三十四五度 有点闷热 尤其吹的南风 南部温度也都爬升起来了 请大家注意一下 整个环境在变化当中 但是山区还是有一些震雨 慢慢的靠山区还有北部的山区 有些雨后震雨的机会 未来这几天都是如此 当然下礼拜有可能水就会稍微少一点点 礼拜五礼拜六比较多 大致上这几天空气品质都还蛮好的 但是就要注意 今天晚上还是有些局部零星震雨的机会 明天都有午后震雨发生的机会 要稍微留意 但是有没有看到温度都开始要拉起来了 明天大概很多地方都会三十度左右 会感觉有点闷热了 我们给大家很建议封面逐渐减弱远离 水气还是多要留意午后对热对流 周末还是垂心南风 逐渐恢复夏季的典型天气形态 那下一波封面什么时候来 有可能在六月中旬上旬左右 还有一些变动空间 我们会随时帮大家留意了 我们来看详细天气数据 我们来看详细天气 二台的观众朋友 我们要先跟您说声晚安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二台的观众朋友 稍后的新闻重点来看到 用歌声温暖医护人员 还有环保用眼的 详细新闻内容马上回来 请继续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